然后呢并且把它做全选 那全选部分一定要游标先放在A1 向右向下 Ctrl C 然后贴到哪里呢 就是Shit I加1.slate 就是其实基本上就是移到I加1 I是2嘛 所以是第三个 然后怎样Ctrl V贴上 贴上之后再做什么呢 做常用里面的那个 有没有还记得吧 格式里面的自动调整栏宽 对不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就是再切回去到 问题9 然后呢 一样的方式再怎么样 再重新 有没有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一直到筛选 这个再 再到这里 然后NAS回到这边来 再新增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再继续 所以这里其实可以做个回圈 那就可以把 第二一直到 应该到第7 列 然后呢 反复反复 那最后做完毕之后 再把 工作表 1给删掉 然后 为避免会跳出那个 警告 那个讯息 所以把 disalign displace alone 把false 然后再打开 那最后的话呢 就再切回到问题9 那最后再把什么 Auto filter给取消掉 所以基本上 有些地方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他最后做完之后 没有 那再把这个给删掉 对不对 然后再来把这个地方的Auto filter 这个地方的资料里面的筛选 切回来 就完成了 所以理论上应该可以一个个个 就 业务部分的话就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利用那个部分的部分的动作可以 用录制的 然后再来修改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的画面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试看 那基本上那个筛选部分 应该跟问题9一样 这一题只是多了一个复制 复制问题9到前面去 然后再做遗嘱重复动作 其他好像都类似 都大同小异 所以应该 如果回 就是说 大概看一下基本上跟问题9差异性不大 试试看